关心的就是在台风天 受困在西阿纵走的六个人 那么其中四个呢 是经过了直升机的抢救之后 已经平安的回到了地面 但是呢 包含了另外两个 也就是这个山林溪的游乐区经理 刘瑞都还有登山社的社员 游显宗 他们的状况良好 所以他们自行的走下山 历劫的归来总算是平安 不过两个人都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欢迎东哥 来来来 这里 这里 请坐 对啊 热情拥抱 游乐区经理刘瑞都 和登山社员游显宗 总算在凌晨时平安抵达 来来坐一下 给他坐一下 给他坐一下 走路时还拨着脚 看得出来两个人 在这趟行程中相当辛苦 因为青海变的话 楼园又那个建筑林 又比较茂密 所以山上要转切下来的时候 我们刚好没有切到这个点 所以从这里就一直走 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失误了 因为误判才会受困山中 回这几天 刘经理说多亏了有经验丰富的登山社员游显宗 就第一个先统计粮食能不能够渡得过啦 那接下来就是看经验限定判断怎么样 那当然是生活最重要 但是火几乎生不起来 避难所没有 但是以经验判断 我们的点都是算可以过夜 而且不会有受到风寒的 用经验跟他们讲要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去折壁 怎么样去做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子 又是又冷还不断下大雨 总算撑到了最后平安获救 最后一个晚上的话应该是最辛苦啦 然后因为那风又很强 所以每个人衣服都撕掉的时候 那以后我们这个导游他就比较有经验 然后找一个老树枯木倒下的地方 然后避风云 这么多人的关心 然后浪费这种国家支援 我觉得好像比较难过一点点 所以我很希望说 以后我们可能要更努力一点点 准备了猪奖面线的菜肴 欢迎归来的两人 而两人也感谢外界的关心 以及救难人员的新脑奔波 中间新闻台中总和报道